就在上一期咱们把这只电龙孵化了出来,并且根据粉丝的要求为它取名雷霆,不过现在没有命名牌,昨天挖了一个龙玉传送门就放在地狱旁边吧,这样在家也能去龙玉了,如果不是发现有个坑我都把这矿物种子给忘了,全部采集完毕把新的种子给种上,打了好几架身上的装备已经破烂不堪,将它们卖入转化桌然后买回来,同样的价格谁愿意穿破的啊? 那么今天就让咱们去寻找矮人要塞吧,请大家记住我的坐标,Z值1100,在这里我遇到了会发射弓箭的秃鹰,Z值1800,我来到了沙漠与蓝海的交界处,Z值3100,我见到了第一所光龙巢,可惜它是一头弓龙巢穴内并没有龙弹,Z值3300,我发现了一座蛇发女妖的宫殿,本想用雷霆来把它一击毙杀了,没想到大事不妙被女妖给石化了 可怜的雷霆第一站刚出就没下一站了,使用精准采集才能把它带回家 无奈只能将这只女妖给靠一来祭奠雷霆的在天之灵,暂且先把它放在这有一天我会带你回家的 4200格发现第一座海底神殿,4400格发现第三座海底神殿,旁边还附带一个迷宫听说里面居住了一个大BOSS,一路上见到过太多巢穴村庄,这还有一座掠夺者少塔,将小队长击败以后获得凶兆BUFF,来到村庄激活这个BUFF,击败眼前这个幻魔者就能掉落不死图腾,将其迈入转化桌以后就能拥有无限图腾 11261格我发现残缺的光龙巢,只有一块落脚的其他什么也没有 19422格我发现第二处未知生物宫殿,19727格发现两只野生赛纳,20175格发现第三处未知生物的宫殿,20439第四处,20776第五处,25304格发现一只野生的奇美拉,26844格发现第三处光龙巢 很幸运的我得到了一枚野生的光龙弹,28064格发现第六处未知生物宫殿,28453第三处海底神殿,28505第七处宫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跑了29260格终于发现了要塞,与普通矮人交易信任值提升30以后,那么就能与最强大的三只装备材料武器矮人交易,40个金币与武器矮人换一把横扫之剑, 强大的属性足足28点伤害,还有这个价值36金币的黑钢稿,以及这个最贵的矮人之锤,拿在手里就连挖矿都会有矿物掉落,打普通的暴龙根本用不了几刀,2.5下重坑就将它斩密码下,我的第一个龙雷死已经没了,那么重新孵化一条光龙来为我征战,还请屏幕前的各位为它取个名字, 我希望起得吉祥一点,不要再向雷霆之存活了半期就没了,两组半龙石下去,它已经比我2.5个大了,现在就骑着它熬人一圈,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多龙里面只有光龙是元气最高的吗? 各位可以看看我脚下的金块,全部都是被光龙的龙毯给喷射出来的,这一稿子下去卖到转化桌不得个几十万,回到家必须来装修一下展示台,在庄园的北方放上每隔一个方块放一个展示柜,盔甲架的话就放在正中央,看看此系列能不能收集全套盔甲和全系列龙蛋,紫色龙银套归位,硫金暗黑沉金套归位,铁套钻套黄金套归位,玉亮皮革,银蓝绿套, 盔甲上面再来塔一条台阶我感觉一条远远不够,因为要收集的盔甲架还有非常多,暂时用不到的龙蛋就放到旁边的展示柜上吧,以及一级到五级的龙头骨架。 这些传送门简单的给他装修一下,家里没什么材料最后就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嘲笑我因为我的建筑真的非常拉昆,是时候回龙玉报被你们追着打得愁了,刚进龙玉就被四头龙接风洗尘,副手换上不死图腾开始吧,就先追着这头等级低一点的停要龙打, 不过他又不是吃素的,光心和电系的双气龙,被他打到就会触发引雷和起火,咱们还是减弱的打趁龙的大部队没追过来,就先把面前这个暗龙给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空手右键摸尸的环节,可惜只有龙铃和龙肉并没有龙蛋,那么接下来就是这头暗龙了,他根本不是拥有强大武器的我的对手, 曾起河时我也是被他们追得抱头鼠窜,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末期少年穷,又有一头暴龙被我斩于马下,这次比较幸运有了一个暗龙蛋,卧槽这个炼狱龙我好像不是他的对手,甚至把我的图腾都打出来了,转化桌买入数十个图腾是必要抗争到底,把它吸引到角落我又准备用老六打法了,为了这次战争我下了非常大的血本,附魔金屁屁,买 很好他已经被我卡在了这个角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输出时间,我说过以低打高的优势,可以让咱们省去很多时间,看这头炼狱龙的数量,应该是一头五级龙,不过还是被我拿捏在手中,真不错收获炼狱龙蛋两枚,打了一碗消耗15个图腾装备几乎全棒,卧槽还有意外收获竟然有野生龙蛋,如果不出我所料应该是一头火龙的,走之前可以把这龙玉 给挖走回家装修一番,很好这样在家也能去龙玉了,发现龙蛋的展示台好像也不够用,把最开始放的展示架给一键连锁掉,然后的话就放在这个上方吧,把龙蛋全部放在这个上方展示,这些全部都是我的战利品 还有刚刚收集的各系盔甲,发现原版套装还差下戒合金,一个闪现就到地狱这种的普通小洞里,发现合金种子将其收集回家就能种植,旁边刚好就是地狱要塞,不过在冰火里墨影龙好像是最害的龙,咱们打不打根本无所谓,之后做成就的话可能会把它打了吧 下戒油可以选择全部带走,毕竟是炼药必不可少的道具,地狱油的话就放在这个旁边种植 把刚刚收获的种子重新全部种下,一觉醒来已经是22天的早晨,这时提示入侵提示,每隔10天入侵的怪物就会增强 所以说我建造了一个城墙把我包裹起来,昨天挖矿的时候掉落了几枚种子,将其种植以后20分钟就能长大,把钻石装备升级成合金装备放到盔甲架上 这样原版除了锁链套全部收集完毕,没想到20天入侵的怪物是食人妖,攻击力这么高一锤子下去我的装备全部被砸烂 而且好像被蹲施了,被他们守在出声点打,好在按照MC的规矩睡觉不能打人,这才逃过一劫 把刚刚食人妖的掉落物合成装备,盔甲裤又增加了新的三套装备 我深知自己的装备非常拉坤,所以说是时候做龙岩钢定了,去之前随手做一个满级钻石信标 Buff就选择我最喜欢的速度,你还别说跟飞一般的感觉 有了这逢扫之间,我感觉大多数龙丹打独斗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光龙穴已经收入囊中,不过咱们的目标是眼前这只冰龙 拿着瓶子右键就能收取龙穴,一瓶就足以剩下的空手搜刮龙尸 没想到还掉了一枚冰龙,但运气真好 这个盾孔以及核心我知道你们都会,而且你们不爱看 所以说我就直接跳过了,顺便把咱们的工具龙给做出来 虽然它只是一条工具龙,但是我还是想让它拥有个名字 所以说嘿嘿嘿,各位靠你们了 但是我发现我它们又做了一件傻事 我在想昨天我不是孵化了一条光龙吗? 我的光龙呢?直到我在转化桌看到了这个 它喵的,我居然不小心把装龙的号角给卖了 而里面的龙也就随着魂飞魄散了 2023新增了一个高危职业,那就是奥安的龙 一起挂一个这谁受得了啊?断孔旁边用龙骨块挡上这样就能阻止龙坛破坏方块 然后骑着龙对准焰孔坐下就行了 等到里面的进度走满咱们就可以获得一枚钢地 这个时候拿着卖道转化桌就能更新换代装备了 先来两套龙双套,一套穿在身上,一套就给它收集起来 再来一把传奇武器龙双钢剑拿在手上真的是帅呆了 再来兑换一套满极附魔术给它打造一下 OK呀,最强神剑已经诞生 接下来给大家看个好玩的 只要拿着钻稿对准刚刚种植的种子挖掘 那么你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女仆 你可以让她休息挖矿砍树钓鱼 当然你也可以为她改个名字 让她跟随在你的身边 就在上去咱们收获这个龙双套装 有一个蛮力神剑 面前这一个就是我的女仆 然后可以用来各位帅哥都懂了 然后我发现你这个矮人 你怎么拿着我的龙蛋啊大哥 如果不是我所谓的话 他手里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垫龙蛋好像是 跟我的一毛一样呀 你不知道偷窃是犯法的吗 那不对 我为什么,它不是掉落了吗 为什么捡不到呀 这又是一个什么新型bug啊 这是什么鬼啊 今天那种的话就去打一个摸野龙吧 那是所有龙系里最拉宽的生物啊 所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取之情话咱们先练一点药 昨天种植的第一油已经全不成熟啊 然后咱们给它摘了 然后再给它全不种上 这样就可以取之不尽了 首先在第一格子里面放上了一个练肥啊 然后放上下节油 然后放上三瓶药水 炼制完成以后会获得这个三瓶这个粗质药水 然后咱们加上黄泥胡萝卜 它就会变成一个夜市药水 然后把上面的刀剂换成这个红石粉 它就会增加一个时长 也就是说会从这个2.5分钟啊 然后变成这个8分钟之道吧 再高几分这个力量药水 让咱们打过来更加方便 好的一切收拾完毕咱们就出发吧 根据这个模拟之间提示啊 就在这个方向 然后咱们先跑个一千格吧 终于找到了 飞了我2.5分钟啊 兄弟们 真是太难了 然后咱们直接猛烈挖矿法 直接往下挖吧 好的 获得成就隔墙有眼 然后咱们现在 诶 野生传送门 兄弟们 咱们的运行是太好了 竟然发现了野生的传送门啊 这不得进去暴走一阵默泥龙 合场一瓶夜市药水 我就是最亮的仔好吧 咱们直接出发 如果说我用这个冰龙的话 跟这个默泥龙打 你觉得这个默泥龙可以坚持几秒 来吧小龙龙 跟我决一死战 你别跑呀你 你跑这么快干嘛呀 我也不会吃了你 还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好吧 就这啊 太简单了 我感觉这个龙啊 还不如这个五星好使的 龙蛋到手 然后就是翘石河龙头 然后顺手打一个 门道法修夫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视频刚好两三钟三十秒